晚了 前几人县长把俄成的税收到90年以后了 也就是他妈的犀利 2010年了 咱们来错地图 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百姓成穷鬼了 没油水可炸了 老子不是什么钱都赚 不刮穷鬼的钱你收谁的呀 老子要挣良心钱 当过县长吗 没有 我告诉你 县长上任得瞧这一面目 拉拢豪身交税捐款 他们交了 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 得钱之后 豪身的钱如数奉还 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怎么才七成啊 七成是人家的 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谁的脸色 他 他 我大老远来一趟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 对 我好不容易注册了个抖音 当了个店长 对 我还得拉拢豪身 对 我还得巧立名目 对 还得他妈的看他的脸色 对 我不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 那你要这么说 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 就这 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子呢 我问你 我为什么要搞大鹏 搞养资 我就是因为腿脚不利索 跪不下去 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 那还是回山里 哎 这我就不明白了 我已经搞了大鹏了 当了店长了 怎么还就不如一个网红呢 百姓眼里你是现场 可是黄四郎眼里 你就是跪着要饭的 挣钱吗 生意 不含着 含着 赔他吗含着 那你是想站着还是想挣钱呢 我是想站着 还把钱挣了 挣不成 挣不成 这个能不能挣钱 能挣 山里 这个 能不能挣钱 能挣 跪着 这个 加上这个 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敢问左统大鹅 何妨神圣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